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早期就加入了游戏 使得他们在游戏后期难以出场 为了后期执政官们也能体验到历史上喜爱的统帅 我们定制了早期的统帅巅峰计划 目前已推出的传说布迪卡与传说CPR及第一批巅峰统帅 意思就是说以历史来记载 这些统帅他们的能力不至于到只是统帅的那个地位 但是因为早期就已经把这些统帅推出了 并且还是在紫色的 就变成他们的能力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强 所以现在我们才会看到CPRP 布迪卡P 有可能之后孙武P 因为讲真的孙武在历史上也是很厉害的统帅来的 并且你们看官方这里是写第一批 也就是说之后还是有后续的 那之前还是有很多人跟我争吵 CPR到底是不是同一个统帅 金色跟紫色的 那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他们是同一个人了 并且还给大家看 他们两个是不能放在同一个队伍里面带出去的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统帅 就算布迪卡已经出了一个批版了 他们还是觉得CPR两个是不同的统帅 那么今天官方已经发布公告了 谁他妈在跟我讲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统帅 我就连死他 下面官方还有举例子 比方说巅峰统帅在背景设定上参照了 该统帅历史上高光时刻 如巅峰CPR参照了是公元前2002年 这个不会读 马战役中 CPR大败汉尼巴军队时刻 对比起来14CPR背景设定上为该统帅一生的缩影 所以这边是再三强调 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 就是同一个人 第二个问题 之后会越来越多巅峰统帅加入游戏吗 这是否会影响全新统帅的加入 官方答复 巅峰统帅目前是我们统帅规划的一部分 之后也将会陆续巅峰化 其他早期进入游戏的统帅 在巅峰统帅的选取上 我们将优先制作出场率低 但历史上有高光时刻的统帅 目前计划中的巅峰统帅都为早期实施统帅 如果大家有希望进行巅峰化的早期统帅 也欢迎在各官方社群告诉我们 我只想说 快点把龙骑士批话吧 我相信有微信的玩家应该都看过这张图片 我不懂哪个鬼才批上去 不过龙骑士是我们的信仰之一 所以官方那边不出批话 真的有点对不起我们玩家 当然巅峰统帅的出现 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停止设计全新统帅 后续巅峰统帅与全新统帅都会陆续与大家见面 那关于P统帅的部分 就只有两个答复而已 我个人是觉得 官方是不是有可能已经将狼才进了 不知道出什么统帅 不过我个人推测而已 毕竟历史上还是有很多很强很著名的统帅 但是我觉得必须要重置的应该是查理曼 但是查理曼他就是金色了 但是官方是说他们暂时是以实时统帅来作为改进而已 也就是说可能官方他们也是有考虑过蓝色或者是金色统帅会有巅峰时期什么之类的 因为在官方之前的影片就出现到神色首批 所以我这样子推测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过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于玩家来讲 有一部分会同意一部分会不同意 同意的部分可能是觉得他们放在紫色是真的有点可惜 不同意的大多数都是觉得官方好像在敷衍人了 你不想要设计新统帅你就把一个紫色的统帅变成金色这样也可以 对于统帅P这个部分呢我比较想要看你们是怎样想的 所以有想法的观众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 希望联盟管理可以有联盟黑名单功能 黑名单中的人不能申请该联盟 官方答复滥用的话可能会限制执政官们正常社交 所以他们还在考虑啦 其实这个功能我也是蛮同意的 毕竟真的有一些导弹鬼啊 他们会改名字一直跑去别的联盟 让人家不记得他们到底是谁 所以有黑名单功能直接拉黑他们的ID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错的 但是官方讲他们还要考虑 第三个问题 装备觉醒金色获取条件过于简单 且可获得的太少 官方考虑加入征服赛季中的征战成就 以此在每个赛季增加三个觉醒金色降丽 其中增加的觉醒金色中 至少有一颗需要通过非常苛刻的任务才能获得 因此不同的执政官获取觉醒金色的数量可能存在差距 只想改动静区将与大家见面 就是说官方其实他们已经在开发这个东西了 那我觉得比较大可能是放在胜利的部分 或者是击杀的部分 但是又考到击杀可能你们可以用提议来刷 嗯 又或者是放在荣誉值跟击杀也是可以啊 不过这点还是要等官方更新之后才知道 建议重新上线根据战力排序同帅 对这个东西 啊 真的很烦啊 因为之前还没出现筛选之前 我的统帅在统帅界面的时候 我一点进去就是跟着战力来排的 毕竟我平时练的统帅都已经决心了 并且有穿装备的情况下 他们都是会在前排 但是自从出现了筛选之后 就变成 我那些不是很重要的统帅全部排在上面 也就是说我必须要拉下去 或者是用筛选功能 才可以选到我想要统帅 就变成步骤变多了 但是相比之下 我们要派部队出去的时候 他给的建议一般都是那种 你比较常用或者是战力比较高的统帅 但是现在新的筛选功能呢 就没有根据战力来排行统帅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是必须要拿回来 虽然是说官方他的出发点是对的 他出这个筛选功能是为了要方便我们 不过官方答复计划重新上线中 所以我们还是要等之后更新才知道 OK 接下来是我最不喜欢的副本活动 奥林匹亚是否会增加单排双排任机等玩法 那前面官方的答复都是废话 后面就是终点了 也有可能包含人机方式自定义玩法 那坦白说我现在有时间呢 都是不会去玩奥林匹亚之间 我觉得真的有点浪费时间了 打到我很郁闷了 不过这东西很个人啦 我看到一些玩家他们还是蛮喜欢去玩这个活动 有些甚至打到王者上去 所以青菜罗伯各有所好啦 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 反正我是不喜欢啦 那么最后官方要分享给大家 他们近期正在进行的大调整 这个部分讲的就是英雄战格威力加强版 简单来说就是白老鼠地图啦 那目前先锋体验版呢 是可以用工程车变成剑塔 官方是考虑正在规划 如何将远程这一个新的部队 融入现有的供旗步兵种克制体系中 并且着手制作全新的 和远程相关的统帅与装备 哈哈哈哈 官方是不是觉得 选打英雄战格的王国 都是太优先了呢 因为坦白说英雄战格 比较适合那种老王国 或者是人口没有这么多活跃的王国选择 我个人是比较担心就是英雄战格之后 就没有原本的版本了 只有这个剑塔的版本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之后我们的是要用剑塔来进行攻击 并且像官方所讲的 他们有考虑要出新的统帅或者是装备 那假设说官方是有考虑装备像统帅那样 直接给我们的话其实还好 但是如果为了要打这个地图 而去做新的装备呢 我觉得有很多玩家都不会接受吧 对这个新地图不太熟的玩家 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英雄战格威力加强版呢 如果你要变成剑塔 必须要用官方给你的统帅才可以变成剑塔 不过我在统帅界面看到剑塔统帅呢 目前是不能穿装备了 所以我不决定我们普通的攻击步兵装备 能不能穿在他们身上 如果是说我们普通装备 可以穿在这些剑塔统帅上面的话 但是如果你用剑塔装备 它的争力会额外增加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是强制性要我们去做剑塔装备 穿在这些统帅上面的话 我觉得官方就要被骂了 这是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 如果一切顺利 执政官们的战斗将不仅可以进行贴身对撞 还可以进行远程拉扯 摆放阵型 开展更多策略配合 不过威力加强版 我看到目前的评价 其实有一点糟糕 有新的玩法是真的很好 但是我真的希望官方 你们先测试好所有一切东西 之后才放上来会比较好 我自己也是做过白老鼠玩家 所以我知道当白老鼠真的很惨 像我之前讲的官方出错 玩家买单 那你们对于官方未来的计划 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